最近,英国社会对中国间谍活动的关注明显增强。这并不是中英双方第一次涉及此类议题,但这次事件背后有两个值得深思的时机点。 首先,美国的主流媒体,如《华尔街日报》最近纷纷报道与中国间谍相关的新闻,例如中国在古巴建设间谍基地和中国公民频繁进入美军基地的报道。 其次,就在英国外交大臣结束对华访问后不久,英国突然披露了六个月前的间谍事件。 两者结合,不禁让人怀疑是否有背后的力量正在起到某种作用。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中英关系的走向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今年三月,英国警方逮捕了两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公民。 其中一个与英国国会下议院的重要官员,如汤姆·图根达特和爱丽西亚·卡恩斯有所联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名嫌疑人尚未正式被起诉,预计将在十月被保释。 尽管每个国家都会有间谍事件的爆料,近期针对中国的间谍指控在西方也频频出现,但这次英国的事件与众不同。 首先是此次事件曝光的时机与方式。 这两名涉案人员在今年三月就已被捕,但信息却在半年后才被公之于众。 而在这之前不久,英国外交大臣完成了对华访问,原本增强了人们对中英关系改善的期望。 当前,一桩间谍事件成为焦点,这可能会对两国逐渐和缓的关系构成影响。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一名嫌疑人的身份被媒体揭露。 泰晤士报于11日以简洁的标题为大众展示了这一消息,议会助理克里斯·卡什被指为中国间谍。 据政客新闻网表示,英国司法体制并不常在正式起诉前透露嫌疑人身份。 伦敦警方也敦促议员不要公开涉案者的名字,以妨碍调查。 然而,卡什的身份仍被披露英国保守党的伊恩·邓肯·史密斯为了公共利益支持这一做法。 这让人产生疑问,对于某些英国人,当面对中国威胁时,是否连他们自豪的司法程序都可以忽略? 是何种原因驱使人们曝光卡什的身份并助长了这一事件? 而卡什给出的答复则显得不同寻常。 他选择了最显眼的辩解方式,指责中国。 通过律师,卡什表示,在我至今的职业生涯中,我始终努力向人们揭示中国执政党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 他还补充道,如果他真的有罪,那将完全背离我所持的立场。 虽然不清楚这些声明能否帮助卡什摆脱指控,但他显然认为表达反华态度可能是他的保护伞。 如果这种观念真的普遍存在于英国政坛,那我们确实应该对此保持警觉。 如果卡什的过去真如他所描述的那样无可指责,那就表明有些人或团体正无中生有,大肆渲染中国对英国的所谓威胁。 这些人才是应该被揭露的。 进一步看,一件尚未得出结论的事情,竟在英国政坛引发了剧烈的争议,而且至今尚无平息。 一方面,英国首相苏纳克明确表示,他深知中国的挑战,但同时认为英中两国之间的交往不应中断。 而保守党前领导人邓肯·史密斯则认为,英国应该直接将中国视为威胁。 这场所谓的间谍事件或许正反映了英国政坛内的一些纷繁复杂的态度,这其中步伐一些企图借题发挥,走对华强硬路线的极端行为。 例如,轻易地将与中国有关的任何事物标签为威胁。 我们也看到了英国政界出现了以间谍名义攻击对方亲中的情况。 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克及其华裔妻子路西亚,郭因此遭受了不公的指责。 不仅如此,因为路西亚·郭的华裔背景,一位名为吉姆·福格森的政界人士在社交平台上发起了有针对性的攻击, 导致亨克以及他之前推进的与中国有关的任何项目都被冠以中国间谍的名号。 亨特近日对抓间谍事件发表了看法。 他表示,尽管英国会极为严肃地看待任何试图破坏其民主进程的行为,但与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间谍争议也显示了与北京保持外交对话的重要性。 他进一步补充说,外交的本质就是与各方沟通英国深知这个道理。 不清楚这一表态是否为亨特带来了麻烦,但在这样的时刻提出支持中英对话的观点,即使没有确凿证据,也可能会让人认为其态度过软,甚至遭到受到渗透的指责。 同时,英国政界和公众舆论中对华态度变得更加冷硬,有力量试图放大这种反华情绪,甚至利用间谍事件作为对中英其他合作领域的警告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卫报》于11日发布了一篇题为《忘记中国间谍》,贸易才是英国主要的担忧的文章。 该文认为,声称中国间谍对英国政府构成威胁是不切实际的。 尽管文章似乎在为抓间谍事件降温,但随后便将矛头转向了中英合作领域,特别是经济和贸易。 文章的作者提到,长期以来,中国利用渗透西方企业、侵权支持产权以及采用不公平的贸易手段进行竞争,并且比喻中国在经济上对待较为贫穷国家的策略,如同19世纪帝国主义扩张的西方国家。 在近期的政治背景下,当中国经济威胁论悄然成为热点话题时,有些人进一步将中英经贸联系标记为超越间谍问题的主要挑战。 当这样的观点在英国大行其道,对于英国广大民众的感受无疑是错综复杂的。 然而,这样的态度和决策对于中英之间的长期关系而言是否适得其反? 那些站在政治前台的人,他们真正理解这其中的微妙关系吗? 有专家指出,这种趋势反映出英国与美国在反华议题上呈现出协同的策略态势。 两国此次在某些议题上的默契行动,很可能是受到了某些亲美势力的影响。 此外,面对即将到来的选举,保守党也正在寻找一个可以加强党内团结的议题, 对华强硬恰好成为了一个符合时宜的选项。 在当前的英国政治背景下,这样的立场看似能够为其带来更多支持。 但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种策略或许只是一场短视的政治戏码。 自从脱欧以来,英国在国际外交领域中似乎还处于一种摸索阶段, 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稳定的定位。 在这过程中,英国似乎希望依赖那曾经的英美特殊关系为自己提供支撑, 但在反华策略上却走得越来越远。 如果美国开始与中国加强联系和接触, 英国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孤立状态。 每当合作倾向的声音提出希望与中国建立联系时, 某些强硬派立刻利用这个议题进行炒作,试图抑制这种合作意愿。 现今,中英在经贸、科技和投资等领域的关系都相对稳定。 英国应该认识到,那些对中国的政治操作与中英之间的实际利益是相冲突的。 如果未来这种压迫和批评不断重演, 使得英国政坛风声鹤唳, 那么英国对华的理性看法可能会陷入沉默的螺旋。 到那时,英国政府若仍希望在政治上对华采取强硬态度, 同时又希望中英经贸合作能够畅通无阻, 这无疑是行不通的。